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财神也摆放一记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财运 所以现在很多家庭都会在家里摆放财神 在风水当中财神的摆放是非常有讲究的 如果不小心触犯到某些禁忌 可能还会带来破财的反作用 那么家居中摆放财神需要注意哪些禁忌呢 有机会看到哪些物品呢 怎么摆放招财呢 小酱汁今天来为酱友们具体讲解一下 一 财神的摆放禁忌 一 家中不宜摆放两位五财神 生活中有些人喜欢摆放一尊文财神 一尊五财神 又或者摆放福禄寿三星和财博星君 其实根据风水学的说法 可以同时摆放两尊文财神 也可以选择摆放一尊文财神和一尊五财神 但绝对的不可以同时摆放两尊五财神 要知道同时供奉两位五财神会引起冲突 会导致家屋宁日 会影响着你的财运 也会对你的求财运时带来一定的影响 所以无论如何 家中都不宜供奉两位五财神哦 若是摆放两位五财神 便是触碰了风水禁忌 二文财神的摆放不可朝门外 在摆放财神之前 必须得了解财神的属性 比如五财神能够正宅 所以朝门外摆放无不妥 而文财神主要是送财的 所以文财神不可朝着门外摆放 否则财富都送出门了 如何可以财运亨通 三文财神与五财神不能同时摆放 文财神和五财神不能同时摆放 因为同时摆放不能起到相应的招财作用 反而还会影响到各自的功效 如果家里摆财神的话 只需要摆一个即可 四财神系对厨房 财神如果正对厨房的话 也会引起一些家庭纷争 导致家庭关系不和 家人之间容易出现矛盾冲突 所谓家和万事兴 一旦家人关系不和睦 是很难聚集财富的 五财位旁寄放鱼缸 很多家庭都会在家里摆放鱼缸 而鱼缸在摆放的时候 千万不能距离财神太近 因为如果距离财神太近的话 就会形成水灵头的布局 这种布局不仅会影响到财神的招财作用 同时也会给家里招来很多不好的情况 最明显的就是家人健康运势下滑 很容易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比如头疼脑热 失眠乏力 甚至还会引发血光之灾 所以财神在摆放的时候 一定要远离家里的鱼缸 六财神祭对厕所 我们都知道厕所是比较脏污的地方 也是一家的污秽之地 即便打扫得再干净 也难免会有一些晦气存在 所以在摆放财神的时候 一定要将财神远离厕所 如果让财神直面厕所的话 不仅是对财神的不尊重 同时也会给家里的风水造成不良影响 比如出现破财破产的情况 家人健康容易受损等等 七财神祭对大门 财神在摆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能对着大门口摆放 如果打开门一眼见到财神 这种布局是对财神的不尊重 也容易导致家中的钱财外露 毕竟财神是帮助家庭聚集财富的 而大门是气口 如果将财神放在门口的话 就很容易导致家中财富流失 也会给家里带来很多厄运 八财神既在卧室 另外财神也不能放在卧室 尤其是不能在财神爷面前同房 因为这种私密的事情 如果被财神爷看到的话 是对财神的不尊重 同时也会让自身的运势下滑 在财神爷面前同房是不自重的表现 很难得到财神的庇佑与保护 九财神的摆放高低不宜过低 很多人在摆设财神的时候 会很少注意到财神的摆放高度 而根据风水学的讲究来说 财神属于天神 天神的摆放高度不宜过低 如果天神的摆放高度太低 视作对财神的不敬 这样摆放财神 非但不能提升财运 还恐怕会导致财神爷不高兴 这样一来 只会对你的财运造成不好的印象 甚至导致你求财不顺 财运衰败等 正确的摆放方式 是将财神爷摆放在 高于自己胸膛的位置 如此摆放财神才符合风水之道 才能给自身带来好的财运 十不能与祖先放在一起 开了光的财神爷是具有灵性的 在家里摆放的时候 不可与祖先放在一起 由于祖先是家神 而财神是掌管天下财富的 是天神 两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冲突 所以最好要单开放 以免影响运势发展 二财神爷最忌讳看到什么 一既看到不孝之人 财神爷是非常讲信用 中意气的 最忌讳看到那些不忠不孝之人 所以在财神面前 一定要孝顺懂事 尊老爱幼 在与父母长辈相处的时候 要表现得真诚一些 千万不能与父母长辈顶嘴 如果在财神爷面前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是很难得到财神的庇佑的 不仅无法得到财富 同时也会出现严重的金钱损耗 二财神爷不宜看到垃圾 财神爷不宜看到垃圾 因为垃圾是比较污秽的东西 会产生很多负能量 如果财神爷看到垃圾的话 就会影响到家庭的运势 不仅导致财运下滑 同时也会让家人的健康状况 变得非常不稳定 尤其对于那些有老人的家庭 家中老人会被疾病缠身 难以健康长寿 所以在放置垃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能将垃圾 放置在财神的眼前 三财神既看到破损 另外在财神爷所看到的地方 一定是完整的 不能有瑕疵或者损坏 比如门上有了明显的裂痕 就要及时修补 如果不修补的话 就会代表着财富流失 财神爷也无法起到 招财金宝的作用 另外如果财神所看到的家具 比较脏污的话 这也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有财神的家庭 平时一定要注意 家庭的整洁和卫生 避免出现脏乱差的情况 四财神既看到争吵 财神爷最喜欢的 就是和谐的氛围 如果家里有财神的话 在财神面前 一定要谨言慎行 与家人之间 避免出现争吵 说话的时候 也尽量保持轻声细语 这种和谐的氛围 有助于财运的提升 也会让财神招财的作用 发挥得更好 如果在财神面前争吵 或者是打骂的话 将会导致家庭运势下滑 三财神面前放什么最旺财 一水果 现在供奉财神的家庭 越来越多 在供奉财神的时候 需要水果和饼干之类的 不过在选择水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最好摆放苹果和橘子 这种比较常见的水果 因为这些常见的水果 一来好存放 二来价格实惠 最重要的是 这两种水果都具有较好的寓意 比如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等 能够让财神招财的作用 发挥得更好 另外 水果不新鲜的话 就要及时更换 千万不能将损坏的水果 摆放在财神面前 二 中国节 在财神面前摆放 中国节也是非常不错的 中国节代表着平安吉祥 有着非常好的寓意 能够直接改善家里的风水 如果摆放在财神面前的话 将会让财运变得更加顺畅 尤其在偏财方面 能够帮助主人得到更多的财富 同时也会起到很好的守财作用 避免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 三 开运竹 在财神面前摆放开运竹 也是不错的选择 开运竹能够起到开运的效果 会帮助家里改善风水 化解不良布局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 开运竹生长能力较强 再加上有着提升财运的效果 所以摆放在财神面前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开运竹外观精美 生命力旺盛 也能够改善家里的环境 摆放财神也其实最难的 还是位置的选择上 涉及到的因素会比较多 所以建议还是请教专业人士 或者通过相关的书籍来查询 只有财神摆对了 加上殷勤供奉 财运肯定会越来越旺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